这是一个恐怖又诡异的村庄 这里的老人绝对活不过72岁 因为只要老人活满72岁 不管你的身体好与不好 都必须从万米悬崖直接跳下 如果当场摔死村民就会热烈庆祝 如果跳下来死不透事情就严重了 村民会觉得他是一个无能之人 就会有一个手握上百金铁锤的村民 把老人直接敲得血肉模糊 反正这里的老人到了72岁就一定要死 但他们的祖先还留下一个约点 只要大家看视频都点赞加了关注 就会让他们带来好运 原来这个村庄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 他们把人的一生分为春夏秋冬 18岁之前是春 18到30是夏 30到50是秋 50到72就是冬了 在这里经历了春夏秋冬的人是圆满的 只要到了72岁的老人都自愿跳崖 并且还是一件非常自豪了不起的事 每一位死去的老人都会将名字赋予新生儿 这相当于生死有轮回 由于这个村庄偏僻与世隔绝 这里的人长时间都是近亲结婚 最后导致村子出现了大量的畸形人 为了改变这种恐怖的现状 村长想到了一个骗婚的损招 他们每年都会派出雕崽为卧底 专门骗一些傻白甜的大学生 很快四个嗨老就傻乎乎上钩了 雕崽使劲吹嘘村里不但美女众多 风景还非常优美 让喜欢美景的嗨妹心仰难耐 去往牛头村的路上美女也非常多 嗨仔当场就决定要做上门女婿 很快众人就来到了传说中的牛头村 但诡异的事也开始接连发生 当几人正在大树下乘凉之时 嗨妹发现青草居然穿透了手掌心 憋了三天的尿都差点被吓出来 非常慌张来到了公共的茅厕里 但她的身后又出现了诡异的人 翠花尿都不敢嗷又急匆匆跑了出来 她喵得原来是一场梦 随着村民们跳起了热身舞蹈 这时翠花一眼就看中有男人味的阿伟 当她跳舞的时候还特意踢了阿伟的屁股 还露出非常甜美的笑容 阿伟被这笑容搞得心都快要化了 很快她就加入了跳舞的队伍之中 其实这个村庄女追男是一种习俗 并且这里的女孩手段极其残忍 就是将自己的液体泡水给喜欢的男人喝 那样男人就会对那个女孩言听计从的 从而完成繁衍后代的重要任务 其实我觉得这个村子的人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 如果真有翠花那样的小仙女 就算不下药我也会言听计从的 到了凌晨三点 翠花穿的清凉偷偷来到了阿伟的闺房 这是给你一个一你都不敢住的村子 因为这里的人只要满72岁就必须跳牙 只要摔死了所有的村民就会非常满意 很快又来了一个72岁的青年老头 他也义无反顾一跃而下 但青年老头却只受了轻伤 这可让村民们气愤到了脚底 最后只能用500斤的铁锤送他一程 几个来这里旅游的大学生被吓傻了 都想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临走前嗨仔有尿憋不住 一个嗨老跑过来就开始骂骂咧咧 原来嗨仔把尿殃到了村里的神树上 大量的村民也瞬间围了上来 都恨不得将他五歇八块 随后嗨仔就被捉到了小黑屋 被做成了一句恐怖的标本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那个人的运气一定会很好的 此时嗨妹觉得这个村子太诡异 想要男友跟自己赶快离开 但阿伟的心早就被翠花给勾走了 很快就到了下午茶的时间 阿伟的橙汁明显颜色更浓更深 很明显翠花已经开始行动了 他应该往阿伟果汁里加了灵魂液品 并且阿伟在吃叉烧包时 还吃出一根酒区十八弯的毛发 这实属有点恶心 为了压惊阿伟又喝下了果汁 喝完求爱水阿伟就彻底文献了 随后嗨仔被一个女孩叫走 而黑仔貌似也精神不太好 晚上黑仔来到村里的藏金阁 想盗取这里的重要文件 突然 原来是披着嗨仔扔皮的人 好友的连续失踪 嗨妹跟阿伟都隐隐不安 但在村民盛情的邀请下 嗨妹被邀请参加了女王选拔赛 没想到她过五关斩六将 直接打进了前八强 嗨妹本来想跟男友分享喜悦 此时阿伟早已迷失了自我 眼睛一直都盯着脆花迷人的脸庞 很快嗨妹经过层层的选拔 成功拿下了女王的荣誉 嗨妹等嗨妹弄明白怎么回事 就被村民拉到一起拍照 还坐上了最高礼仪的教堂 吃饭时只有嗨妹坐下其他人才胆坐下 嗨妹享受着最高女王的待遇 这个中年女孩稀里糊涂当上了女王 只有她坐下村民才胆跟着坐下 她开始用餐村民才胆跟着一起用餐 而此时阿伟体内的药效开始发作 脆花很快就察觉到了异常 不停抛媚眼让阿伟跟过来 女祭司也要开始工作了 事宜让村民拉着脆花去游街祈福 实则是为了让阿伟可以大显身手 此时阿伟正偷偷尾随脆花门前 她被换上性感的睡衣 很快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另一边嗨妹还在享受着女王的高光时刻 玩得简直不亦乐乎 回到村子里找了男友半天也不见人影 最后通过门缝看到了奇奇怪怪的一幕 嗨妹当场就觉得脑袋一片绿绿的 回到房间里就哭得稀里哗啦的 而其他的所有村民也跟她一起哭着 因为他们要与女王共情 最后嗨妹以自己女王的身份 决定把阿伟给处死了 就算嗨妹不下这个命令阿伟也根本活不了 因为她在这里的作用就是繁衍后代 此时翠花的肚子里早已经接到了中 那么阿伟就算在优秀也毫无用处 最后她被披上大狗熊的皮囊 关在一间黄色的小房子里 点上不要钱的火将他们活活烧死 这里还有大量跟阿伟一样被骗来的人 只要留下后代他们就失去存在的价值 屋外的村民还在不停哈哈哈哈大笑 他们全部都开心地手舞足蹈 在他们看来 只要能让村庄生生不息繁衍下去 早已成为这个村庄的习惯 就像是到了72岁必须跳崖 老人们也只能心甘情愿地照做 这就是制度与心理的一种扭曲 孩子以为自己做的就是正确的 很快小黄屋就要被燃烧殆尽 翠花看着燃烧的熊熊大火 露出了非常诡异的微笑 如果给你一千万 你敢来这个村子吗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